各位热爱棒球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继续透过我来电视网来收看 2023年第七届 U社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那现在为各位送上的比赛是多米尼加跟纽西兰的对抗 这球拿回来打穿了一二累劲的防线 是一只安打 前面的比赛两个打数一只安打 哇 这球露到后面去了 爆头让一垒上的跑者马瑞罗近战二垒 哇 这球没有进到好球带 Valgas选到四海球保送上了 内角球拉到左半边蛮深远的位置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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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 这是一发三分打点的拳蕾打 Rayer Gonzalez 他在本届赛会的第二轰 这一棒打得非常的强势 跟到一颗变化球 其实很内侧 但是他仍然能缩着手臂把球轰出墙 对 而且他的这个时间 timing抓得非常的准确 身材是非常高大 对 内野的弹跳球在三垒侧 考验三垒手 完全来不及 内野安打 一垒上是Tamale 身高177公分 跑了 看起来完全抓不到 这是个倒垒成功 每一个跨步的步伐也很大 左半边平非安打出现了 Tamale被挡在三垒 这一球摇得很结实 在中右外野方向最后 欧巴了 越过中外野兽的头顶 雷包上两名跑者要回来得分 看起来是毫无问题 Guzman 二垒安打 带有两分打点 东宁加目前5比0领先 这一球敲到了左半边的飞球 在空挡落地形成了安打 二垒以上的Guzman 要回来得分是没有问题 机球跑来源Reyes 来到了二垒 这支二垒安打带着一分打点 东宁加目前6比0领先 纽西兰 拉回来弹跳球 打穿了一二垒间的防线 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 现在要回来得分 东宁加再添一分 这我们常见到就是 像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多一个人出来攻击 这是一个抱头 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 所以每一次的名单 都要一一的要讲清楚 尤其是说话 这球敲得很高很远 最后越过了中外野手的头顶 Timothy Harvey 敲出了一支长打 二垒安打 手棒打者 就是打深远的安打 Hardley 第一局的状况 这一球敲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 中外野手Pinales 没有接到 第一时间还很生气 而没有去追求 二垒上了跑者 三垒之后 要回本磊 东宁加防守大乱 这一分回来了 纽西兰得分开张 纽西兰是第四十五 挥棒落空 那佐藤优真是遭到了三阵 打进场内 在左半边 有几手拦到之后 盾了一拍 再往一垒传 还是来得及 打成了左半边 三游防线穿越了安打 现在东宁加形成了满垒 现在满垒的状态 保送 投不进去了 这又是一个蛮离谱的坏球 现在满垒情况下保送 所以几回一分 投诉投不领先 这一球落到左半边 被左外野手没有接杀 结果漏到了后面去了 佐藤优真非常可惜 让球漏到后面去 那雷包上两名跑者 回来得分 是在界内 这是一个界内球 车不变的安打 雷包上第一名跑者回来 第二名跑者绕过三垒之后 也要回来得分 这一支二雷安打有两分打点 撈起来 打向左半边 非常深远的飞球 最后球出墙了 这是一发两分打点的拳雷打 对面加目前18比1的领先 这个出棒也是非常强劲 拉到左半边 又是一个深远的飞球 看起来应该留不住了 再补上一发全雷打 杨春炮 就是在高的位置 19比1 那现在大萤幕 第一局的分数又改成了7分 不断地改来改去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太确定 到底第一局是7分还是8分 就要看记录组他们怎么样来认定 这一球咬到了左半边 打得非常深远 最后是出了墙 形成一发全雷打 两分炮 这个球是打得完全是没有话讲 扎扎实实 现在主审是要说明讲解就是如何去踩 然后如何抬脚 才不会造成一个投手的一个投球方 两好两坏 外角球主审说是第三好球 打者遭到了三振 这场比赛也画下据点了 中场多米尼加就是以22比3 提前在第四局 就击败了纽西兰 多米尼加他们也拿下了在预赛的第三胜 目前是三胜一败的战绩 而纽西兰则是苦吞了预赛的四连败 战绩零胜四败 谢谢